大家好,我是狮子鱼,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鱼儿说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的话呢,这是一个以说话为主观点分享的节目 那么今天节目呢,也是我们2021年开年以来的第一期节目 所以这里呢,我先祝各位小伙伴们新年快乐 掌声 那么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其实呢,我还是想聊一位姐姐 但是她呢,并不是我们上一期浪劫里面的任何一位姐姐 而是参加了另外一档真人秀的节目,也就是花儿与少年 她呢,作为常驻嘉宾,也是先后参加了第一季和第二季的节目 那就是我们的大演员许晴 那许晴呢,也是一位特别个性鲜明,然后特别有自己特点的一个人 那通过这个真人秀节目的放大呢,也难免的被这个大众来讨论,甚至是批评 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借助上一期节目的形式,来邀请大家来跟我一起回顾一下这个花儿与少年中的一些名场面 然后呢,我们来从花哨聊许晴 那在我们回顾这些名场面之前呢,其实我想先聊一下我对许晴这个人的大致的印象 那在这个节目之前呢,我对她最大的印象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演员,对吧 无论是从这个电视剧还是电影当中,她都塑造了这个无数的经典的形象 然后呢,我对她的认知就也就停留在这儿了 因为确实我没有印象她参加花哨之前有参加过任何这种真人秀的节目 那参加了这个节目之后呢,那显而易见的她是很有特点的 或者说她是很感性的,很理想主义的 其实她的这种性格呢,就恰恰特别适合做演员 然后呢,这些被放大的点呢,又被大家抓住了一些把柄 那在节目播出之后呢,公众给她扣了一个最大的帽子 或者对她的一个最大的批评,就说她有公主病 然后呢,这个独立能力特别差,然后特别爱撒娇 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真的说起来有点讽刺 因为上一期节目,我们在从当代女性聊这个蓝莹莹的时候呢 我还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蓝莹莹呢,她是一个 其实她自己也说是很狼性的一个人 而且她也相当的代表了很多这个我们当代的所谓的贴一个标签吧 是独立女性,就是说我们要强 我们要在很多方面强过男人 如果你表现出来你就是很争的,很有野心的 那你可能失去了你的这个性别里自在的那种可爱 那种柔美,那种需要人保护 因为你不用保护啊,因为你很强嘛 就是女性是有一种承载的 是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 我觉得这反而是女性由于这个性别的区别 带来的一定的优势 结果呢,到取情这儿呢 人家就是利用了这个性别优势去在某些时候示弱,寻求帮助 又被媒体或者又被公众来批评 说你都那么大岁数了,你为什么还老撒娇啊 你为什么心里老住着一个小孩老长不大呢 你为什么独立能力那么差呢 所以可见你知道吗,这个社会有多矫情 或者这个社会对人有多挑剔 就是你怎么样都是不对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进入今天节目的正题 来回顾一下这个花烧二当中的一些名场面 但是在这之前呢,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给大家补一下这个背景介绍了 那就是在这个名场面之前呢 我们这个看到了他们这个遇到了这个是睡帐篷还是睡房车这个分房的的问题 但是呢,这个有一些人呢可能说的就是随便都行,睡哪都行 然后这一点呢可能让这个许晴听起来就不是很舒服 就是一个导火索 大家都说随便 就是有没有大家愿意的 就是有什么一定愿意坐车和不是 没有 我是哪都不爱住 好吧,别都什么什么的都可以都可以 那大家就别做事了 还有呢,可能有一些人呢就是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一样 他可能说的是想睡这儿 但是他其实心里想的是睡别的地儿 他又不主动表态说他那真实的想法 其实这一点呢在我看来就比较矫情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问题了 然后也难免呢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这个许晴 对某一些人的厌恶跟反感 有点累 那个累是我不喜欢交流的吃力 发生什么都不重要 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就是 其实都是细节反应 你说话 你说的是什么话 对方的反应和怎样正常不正常 其实就是明的 你说有多大事 真的太没事了 但是呢其实这些表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呢 都是这个直接导致这个明场面的一个原因了 但是他其实不是内核的原因 一会我们会讨论到到底内核原因是什么 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请大家跟我来一起回顾一下 接下来这个明场面 许晴为什么会说出了这样的话 很直接很敢讲 因为确实是有点愤怒 跟反感某一些人的行星座态 我可能是在情节看完 因为上一支的人都正常 很带刺的一句话 很有挑战的一句话 很敢讲 来 因为我觉得人还是有距离的 说两句 你真不想再说第二句 这怎么交流 我实在受不了这种 面上的这种 我发现 如果七个人都不一样 这样玩命的一味的一定要融合在一起 又不可能融合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好孤独 好 我们刚看了第一个片段 其实这个信息量就比较大 然后我想咱们抽丝剥茧的一点一点说 首先呢 我觉得作为这个真人秀节目 或者作为导演组 他其实在选这个明星来参加的时候呢 我觉得有两个层面的考量了 第一个层面就是说 不能大家都是那种 像陈一涵这种性格特别好的 可能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没有那种爆点吗 没有这种丝的明场面吗 对吧 所以可能为了收拾 或者是为了一些利益的东西 我觉得他可能都给选一个 选一些可能比较刺头的人 或者比较特别的人 大家回看这是因为要解决问题 你不是说打嘴仗 我跟你说 你就是有点打嘴仗 我没有打嘴仗 你就是打嘴仗 你真的是打嘴仗 我看他们这帮性格不一样的人传到一块去旅游 然后能有一个什么样的火花 或者能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矛盾 能怎么去解决这个矛盾 对吧 而不是说给观众 只是呈现出来一个旅游宣导片 那我看你这节目干嘛呀 我直接看当地的那个旅游的这个景点宣传片 不就完了吗 第二个层面呢 我们假设这个导演组啊 这个初衷都是好的 就是故意还选的是他认为能玩到一块去的 那那么多天呢 对吧 他觉得能相处到一块去的七个明星 但是我就想问一句 你就真能选到那个七个人就特融合 一点都不需要磨合 一点矛盾都没有吗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我反复的之前的节目也反复的在讲 就是说这世界多姿多彩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人呢 各种类型的人都有 各种性格的人也都有 而且这何况是明星呢 被这个经济团队 被这个各种这个助手给保护的特别好 他可能就是会呈现出来比较自我 那比较自我的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说也许会伤害到别人 在某些时候 哪怕这个导演组的初衷是好的 我们都听过那个预言小故事 说三个和尚没水喝 对吧 我觉得只要你超过三个人 很难保证 就是说这个人一抽上 就是真的是他们都特好 他们这个之前不认识 或者之前没有那么深的往来 就因为你的节目 闯到一块去了 然后就一定能是变成生死之交 或者变成忘年之交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看任何的真人秀节目 这个尤其是这个明星的数量越多的 然后相处时间越长的 不是那种 就是今天来一个小时 明天来两个小时 那种表面功夫的 越深入的 人数越多的 你也许就会看到 人的这个矛盾的发生和存在 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我并不期待的就是说 这七个人刚好 就怎么好巧不巧的 性格就那么投缘 然后都参加了一个节目 就大家都变成特别好的朋友 我甚至不觉得 朋友是这种定义 我就觉得交朋友 其实是很难的 或者说 你真的能聊得来是很难的 所以我希望这个 大家先不要预设一个 就是说 应该是大家都特别好 那个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么说到朋友呢 其实我就想分享一下 我的一个理论了 关于朋友的 我经常做这种类比 就是说 我们把人呢 不同性格的人 或者说不同类型的人 按动物去划分 假如说您就是老虎 我就是兔子 那咱俩就不可能融到一起去 我再怎么妥协 你再怎么退让 咱俩也玩不到一块去 对朋友 我觉得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应该是 我觉得你认识的那个人 叫熟人 没有问题 无论是你们是同事关系 邻居关系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 一个圈子的关系 你们知道彼此 但是你们能不能成为朋友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难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特别靠机会的一件事情 但是不排除有这种类同类 什么意思呀 比如你是兔子 那我呢 是山羊 或者我是牛 咱俩没有那种的厉害关系 就是不是说一见面 就给打的那种关系 那咱俩可能也能玩到一块去 对吧 做出一些互相的所谓的磨合 但有些人 他就是类别就完全不一样 他就再磨合 再委屈自己 他也没法迎合到对方 或者共处一个时空下面 对彼此都是一种折磨 所以说到这儿呢 我才之前说这个 无论是分房子的问题 还是之前又发生了一些什么矛盾 那都是表面现象 那都是一个直接原因 或者是一个导火索的原因 但是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 无论你说我们俩的气场不对 我们俩没有缘分 或者说我们俩这个就是互相都瞧不上彼此 就是对这种类型的人就讨厌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我不知道大家生活中有没有这种感觉 当然这种机会不是很多 但是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说你见到一个人 你们彼此都可能还没说话呢 就互相就一对眼就看对上眼了 肯定是有这样的人吧 或者说你们不仅是看对上眼 然后一说话就觉得 哎呦怎么那么投缘呀 怎么那么相见恨晚呀 或者有没有另外一个极端的这种经历 就是说人家也没做什么错事 也没对你怎么着 也没给你什么穿小鞋 给你使什么手腕 你就看上去 你就从外表再到他的这个谈吐 你就是看不上眼呀 那就是说 而且这个还是互相双方的 就是你看不上他 人家还更讨厌你呢 就是我觉得这也有这种可能性 然后其他的人呢 就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的那个 像一个光谱一样的 还有呢 一个角度呢 其实这个我们之前的讨论当中呢 也聊过这件事 就是说人只相信 他愿意相信的部分 就是我们人主观上就有一些喜好 或者叫喜悟 就是有些东西我们就 天然的就有好感 然后有一些东西呢 我们就本身的就比较厌恶 所以呢 会加上我们很多主观的东西 但是这也没有对错之分 我只想跟你说 这就是一个人跟人相处的 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 最极端的例子呢 也有 比如说这个 在父母眼里 孩子都是最好的 或者说这个父母之爱子 真的可以让人迷了心智 我们也听过那种 这个孩子可能杀人放火了 强奸了 最后要判死刑了 父母在法庭上 还会苦苦的哀求法官说 至少给他孩子留一个活路 虎毒不食子嘛 对吧 他的主观上面 他已经就是决定了 就是说 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我是爱我孩子的 我孩子是最好的 所以他孩子 在外人眼里犯了那么大的错 他可能都觉得说 可以去被包容 或者谅解 或者不要出于一个死刑 还有另外那个相反的例子呢 那就是大家也听过这句话 就是说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我主观上 已经对你有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判断了 所以我会找各种的方法 或者发生了各种事情 这个矛盾的导向 我就会导向到 是你的问题 别人再怎么说你好 或者你实际上 其实也挺好的 也改变不了我主观上 对你不好的这个判断的认知了 所以呢 其实说了这么多 我才想说 我不想针对一个具体的事情 来当这个判官 来当这个包青天 来判说到底谁有错 谁没错 我觉得这个内核的原因 还是因为就是本身的大家的不和 而且这种差异性 这种不和 互相看不上眼呢 已经这个严重到说 我再怎么调和 我都调和不到一起去的这种地步 所以才发生了一些 让大家看起来这个 看笑话的这种场面 就觉得这个 这个丝的场面不好看 很尴尬 对吧 那然后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就是许晴说了比较直接话的 这个第二天 然后就是 好像事情变得更严重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呢 是他们一块在吃饭 然后当时呢 许晴 许晴已经认定了这个 饭桌上只有毛毛姐毛阿敏 跟她是这个比较好的朋友 是一个阵营的 但是呢 毛毛大姐呢 是因为之前发生的那事呢 她觉得她作为一个大姐 有必要就是说 把大家拢到一起去团结起来 然后呢 这个拼命的跟大家 这个把气氛搞起来搞好 但这一点呢 就让许晴崩溃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不如你能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也从许晴的肢体动作上 已经是这种不适了 反感了 许晴已经早就不说话了 开始也不看任何人了 已经被这个 她唯一信任的毛毛姐给忽略了 现在就是对于许晴来讲 就是气压比较低 其实这里面我们稍微停一下 它这里面其实暴露了 许晴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其实之前也反复在说这个逻辑了 就是说我们可以想的很美好 就是我老说你想的挺美的 对吧 就是说我每 就是跟我每年生日愿望 我都说世界要和平一样 我也没觉得因为我的生日愿望 世界变得更和平 你想可以这么想 她也想的是说 我们这趟旅行 那当然了 最理想的情况 当然是七个人 当然性与性的交流了 但问题的关键 不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些 无论是这个朋友之间 什么叫朋友 或者说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性 这个类别的属性不一样 它就有的时候 不可能达到那种满分的那种标准 那您是不是能降低一些标准 能让大家稍微面上融合也行啊 其实这一点呢 恰恰源于许晴的这个 一个是比较感性 第二呢 比较敏感 这个其实都是做演员特别好的品质 这也为什么我觉得许晴能演的那么好 因为他性格中自带的这些 这个对于这个演戏 特别有帮助的特点 但是呢 太理想主义了 真的太理想主义了 或者有的时候呢 一旦他的那个坚持的东西 遭到了这个侵犯的时候 或者要他妥协的时候 他就没法做这个妥协 因为还是那样嘛 他会比较理想主义 他就会想着说 应该按他想的那种最美好的方式 人跟人的相处 或者事情是如何展开的 一旦不满足他的那个想法的时候 就真的很崩溃了 然后我们继续看他怎么说 对他来讲确实这样的 我觉得他没有夸张 确实是 其实这点我自己都有这种经历了 就是说当你在一个不对的氛围里面 当所有的人 你都觉得好像跟你不是一个频道的 不是一国的 你会觉得真的是如坐针毡 如忙自备 就是有点像李成如老师说的这几句话 这个真的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完全的理解 许晴的这种状态 跟这种反应 一点都不夸张 真的当下他肯定就是这么觉得的 来我这里面 我还是稍微暂停一下 我故意的揣测一下 也许许晴完全不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觉得他能说出这个话呢 可能就是因为 他原来觉得毛毛姐跟他是一国的 就是他们是一个阵营的 结果今天在饭桌上 当然毛毛姐的初衷也是没有错的 他当然说 就是我说的那个 他达不到100分的那种 大家特别融合的标准 那我达到一个80分 我让这个表面氛围 要笼络一下大家 然后让氛围好一点 在许晴看来呢 就是对自己的背叛 就是对于他们之间友谊的一种背叛 这曲情肯定一路上越想越委屈 越想越愤怒生气无奈 好像想跟你聊 对然后就想跟别人聊 来这个疏解一下自己 明天就是单踩是吧 看完热气球 我明天就不会去了 这个已经是完全的这个 这个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要保护自己嘛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种保护机制 所以我想跟你当聊 你这个人情 不是跟节目有关的 是我对于人的心理感受 是会瓦解我的 是我的对方 嗯 委屈的 真的很委屈哈 我不是说过 你就是说我的真实性的 我今天我的反正让我看到问题 可是人的心也没有我 是真的我就很难过 我爸没人我都走不下去了 我现在谁也没得谈 你也不跟我谈 那怎么办 真的很委屈啊 但我觉得对他来讲 其实哭出来 发泄出来是很好 我今天反了 你昨天还挺喜欢的 哦 无视人非了已经 但我觉得他也应该反思一下 你昨天说了这样的话 可能也会影响 大家跟你的关系吧 就会更会影响 大家跟你的关系 昨天那个很坚定的 说让大家问问题的 那个许晴不见了 变成了一个特别委屈的许晴 特别受伤的许晴 干嘛又是这样啊 杨阳你干嘛不跟我说话 这点特别像小孩受伤的那种状态 我现在只能跟你说话了 我真的走不下去了 我原本失败行了 这是气话 我愿意受罚愿意怎样都行 我可以找个理由吗 我没有弄完节目 我可以被节目 我可以受任何的惩罚 但我的心我不想 我不想 我不想真的被瓦解了 杨阳我求你了 我也不想让大家看到我这样 好吗 你别这么折磨我的心 我不要这样的折磨 可能我也都什么都没搞懂 我贴定拉着脸 那时候我帮的 毕竟他们还是开心的 那可能真的就我家里面 就是个票人 那我可以把你那个东西给撕开 我有卡的 我可以买机票的 好 我那个看完了 然后还是挺有感触的吧 就是 我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 我们一会儿再说 先暂停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哈哈 但是难道我们生活中 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吗 或者说我们就一定非给用一个圣人的标准 去要求他一定要各方面都做得特别完美吗 那显然不是这样的呀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生活中我们就听过 或者甚至见过这个成年人 他可能这个比较专注于他的那个领域 然后呢 他的生活上面的就像一个小白 就像一个白痴一样 就什么都不会 也不会做饭 也不会收拾家 也不会打理自己 那为什么轮到许晴这呢 他大家就会说你那么大岁数了就不应该撒娇 就不应该这个太依赖于别人 为什么这样呢 而且另外我还查了一下他的这个家庭背景 他是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从小都被照顾的很好的 所以有些事情是不轮到他操心的 其实这也是他参加节目的一个对他本身的一个意义 就是说看到自己的一些不足 然后锻炼自己看能不能提高一下这方面的能力 但是不代表说他现在没有这种能力 就被大家批的一无是处了 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公主病 好了那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花上2的第七期 这两天当导游有什么感觉 有沮丧的时候吗 有非常累 今天我昨天都很沮丧 你最累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 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大家都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就是比如说分房睡 我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 就会弄得很复杂 对这其实就是景博然在说的这个之前的这个片段了 就是分房子的问题 真的随便讲的随便 真的假的我就是分不清楚了 而导致大家就会产生很多误会 所以就是我最为导致来讲也很难去处理 我先说一个别的事情 我们先暂停一下 就是说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跟性别本身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个男生一般都是比较直接的 他不愿意绕一个弯 就是说你说的是什么 我听到的是什么 那就代表着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没有贬低任何女性的意思 但是在这里面的这个有一些女性的嘉宾 他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就不一样 他绕了一个弯 那在这个景博然做导游的时候呢 他就是不能get到他那个可能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不能get到你真实的想法 如果你怎样说的是一个相反的话 对吗 所以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跟性别有关系了 但是在这里面确实是这样 也是让景博然作为导游 特别这个挠头的一点 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现在最怀念这个旅程的哪一个时刻 刚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刚开始融洽还是现在融洽 现在 有点假 对这一点其实我跟许晴的 我们先暂停一下 我跟许晴的反应是一样的 其实他我觉得他心里想的应该是刚开始融洽 就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戴着一个面具吗 背着一个包袱吗 就是有点你好我好大家好那种 然后随着旅途的这个延续呢 那你的真性情就暴露出来了 那你所谓的一些矛盾的东西就暴露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也是觉得 为什么你非要说一个比较违心的答案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来我们继续 你看许晴其实他的肢体动作已经告诉我们 有点不爽了或者很不爽了 对不想问问题 无语的那种状态 对其实你看一开始回顾的时候 情节是很照顾这个爽妹子的 是个大姐姐那种状态 但是现在有点物是人非的这种感觉 一会我们再讲为什么 我跟青年之间一直有一些误会 我是觉得我一直都没有去沟通的很好 郑爽的沟通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还有性格上的一些这个不安全感 我也其实很努力地想 毕竟是大姐姐 想去融合和沟通 但你说的话 我不知道他是听不懂还是怎样 他说的话我更听不懂 但我觉得场不对 对我那我干嘛要被那个姓氏再去聊天 对我那我干嘛要被那个姓氏再去聊天 好 谢谢